家里有报废的电饭锅 千万不要扔 把里面的发热盘拆下来 只需要给它简单的建立的线 它的使用价值立马翻倍 拆下了之后 首先呢先来检查一下 这发热盘上面这个加热管有没有损坏 首先呢就用一个测电米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上面这个指示灯亮 就说明啊这个发热管没有坏 这发热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然后呢电饭锅上面这条线 如果用不到的情况下呢 可以把它给剪断 然后拨出线头 或者是家里如果有这种 这个闲置的插头呢也可以用啊 把这两条线分别给它接在这个发热盘上面 就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在这个发热盘下面 垫掉东西 就这样支起来它就可以了 然后呢把这个插头给它插上 发热盘呢它有两个妙用啊 给大家先分享这是第一种 第一种呢是适合每个家庭都能用得到 第二个呢就是非常适合我们一些男同志来使用它 都非常不错 首先呢就是分享第一种 先插上这个插手 插上之后 然后呢把这个锅内档给它再放上 怎么样啊 没有几分钟里面这个水啊 马上就要烧开了 用它呢可以做个饭烧个水 或者是涨个火锅都非常的好用 怎么样啊这个方法 如果让家里媳妇看到的情况下呢 绝对会说你是一个有手艺的人 然后呢接下来给大家再分享一下 第二种我们男人最喜欢用它的一个妙用 我们可以用它来修个家里坏掉的L1灯 像坏掉的L1灯呢 大部分都是上面这个小灯珠坏掉了 更换灯珠呢 用电量铁是没有办法更换的 这个时候呢我们只需要用这个发热盘就可以了 给这个发热盘通热电 大概啊给它通电一分钟 上面的温度啊就可以拆上面的小灯珠了 把灯板给它放在发热盘上面 找个东西呢给它按住 固定住这个灯板 不要让它来回乱跑 这样呢就可以给它加热 你看啊过了一会儿 上面这个锡已经化了 化了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叉头给它拔掉 然后呢找到坏的灯珠 用个镊子啊就这样你看 把它一拿就掉了 看到没有非常的轻松 就按照这个方法呢 在一块报废的板上面拆下来几个好的灯珠 然后呢就这样给它再放回去就行了 要对准位置 对好之后给它放回去 这个小灯珠也一样 就这样放好就可以了 然后呢就这么简单 一来一灯就可以修好 怎么样朋友们 发热盘以后不要再扔了 其实它的用处还是比较多的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